那除了英雄啟发报 另外几名戍边英雄的事迹公布之后 同样也是感动了很多人 然而网上竟然出现了恶意歪曲事实真相 诋毁贬损英雄事迹的言论 2月20号有群众向公安机关举报 有网民在微信群当中发布了多条 侮辱诋毁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 引发群内成员的强烈不满 当晚21点左右 网民陈某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英雄不容亵渎 他们用鲜血和牺牲践行诺言 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任何公然诋毁侮辱英雄的行为 都将受到人们的鄙气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警方也将依法坚决严惩